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凭菩萨显化身形 把弟子魂体领到观地殿的前院内 观世音菩萨 欲望能使人堕落 世间男女若果贪 沉迷欲望之乐就会堕入无尽的轮回之苦 这四只鸟的因缘果报就是前世贪欲太重 才有今天的果报 你好好记下吧 你能听闻天地之音 是前世所修 也是诸佛特子 斗战圣佛 你还不能彻底领悟我佛金刚法义 再好好修吧 你师父对你们佛弟子的修为是把关得很严格的 他的愿望是要把你们带回心灵净土 你们这些修行日益精进的佛弟子可不要再紧要关头毁坏自身戒律 落得堕入轮回的下场 那是很悲惨的事情 我们诸佛菩萨已经见过太多在人间行假修的居士 出家法师现在地域七力叫唤 可已经太迟了 师父 爱 不要等到果出来了 才喊师父 喊菩萨 精进是你们自己所得 不是师父所得 希望你好好保持赤子之心 不要让世俗来污染你内心的纯净 以下为弟子所见景象 越南国境内居住在城中的三个男子家里非常富有 因为不闻佛法 这三个男子吃喝玩乐 贪图女子美色 沉迷欲望之欢 宵禁福报 接近六十岁的年纪 三名男子分别染上癌症 肺炎 肝病而亡 死后根据自身恶业在邪淫地狱接受惩罚 地狱惩罚王后 因为前世为男时贪图女色 消耗身为男子的阳气之身 越南阎王让他们转头贫苦女子 投胎到贫苦村子的三名女子长大后 听闻城市生活的种种富裕美好 就相约到城市发展 后来被名利富贵吸引 进入某家按摩院成为按摩女郎 几年后 听闻姐妹们到南阳国家赚钱 回国后各个富有 或者嫁给马国男子摆脱贫困生活 三人找到相处的中介来到马来这州 进入当地的按摩院工作 该店按摩老板非常好色 时常和按摩女子胡乱淫乱 三名女子在马来工作几年后 在疑似警方的取缔行动中 被发现护照过期 违法逗留及非法卖淫 被马来海关强硬遣送回国 回到越南国家的三个人 由于自身教育文化不高 仍然从事卖淫工作 不到30岁 三人各自染上艾滋病身亡 死亡后被鬼差带到越南地府审判 发现三人在马来卖淫的罪孽最重 转交邪淫罪孽于马来地府 三个人被鬼差送到马来阎王殿 白光审判过后被管地狱的鬼差带到铁床地狱 他们全身发抖 苦苦哀求 还是被鬼差哪边 赫令躺在定满铁针的铁床上 每根铁针大约三寸长 床下有大火烧着铁床 每一根铁针都在瞬间被烧红 他们在地狱里面和其他罪灵一样大声嚎哭 看守铁床地狱的鬼差在城外上空监视 完全不理会下面的罪灵 好不容易熬过地狱的惩戒 不知道几年 三人被凶神恶煞的鬼差领走 来到发出纯白色光芒的大圆筒外面站着 地府审判洋人头畜生到的地方 圆筒外面发出奇异白光 光束照射在他们身上 罪灵生前贪图物质欲望 享受而造下的邪淫罪孽景象 一直在圆筒上空播放 白光散去后 三个人进入圆筒 圆筒内的光开始转成暗红色 无数鸟族的黑气意念 开始传送进去罪灵们的灵魂意识里 三个罪灵被长得矮小的鬼差 负责鸟族投生的地府官差 带去一只母鸟的窝居处 鸟窝内已经由母鸟刚产下的鸟蛋 母鸟细心照顾孵化 小鸟破荡而出 佛陀 你看那只体型较为高大肥胖的鸟儿 实为他们前世 在马来造作恶业的按摩院老板 因缘相会 四个人堕落成为畜生到众生 在黑夜或寒冷雨天来临时 四只小鸟互相依微取暖 可悲可悲 大势至菩萨 名利是所 正道者得 则为利益世间万物 邪道者得 则为祸害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 310819 答 很多色鬼以后都会投鸟类 因为鸟是最好色的 为什么在审判的时候会有白光 白光能把你一生所做的恶事 瞬间让你看到 非常痛苦 人死前回光返照 就是这样 死之前让你在脑子里过一遍你的一生 所以一生不要做坏事 尤其是男男女女 这种淫荡的事情 一般都会投畜生的 动物都是很淫荡的 他们都不穿衣服的 真的要好好学佛修心 给你们讲一点地狱的惨状 经常惨叫 在人间听得见吗 人多的地方听不见 但是到了坟堆公墓等地 仔细静下来就能听到鬼叫的声音 有新闻说 俄罗斯挖地挖到很深的地方就听到鬼叫 所以不要做坏事 做坏事一定有恶报 要做好人 不要堕落 否则很可怜 很多人现世报 已经很倒霉了 再来求师父 师父有时候救不了他 师父有时候救不了他 师父也很难过 师父到别人梦中去救人 有些人师父会对他们说没问题 但有些人 师父也没有办法 自己要好自为之 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头 过头一定有报应 要中庸知道 要中庸知道 他也没有人让他们的民族